为啥我说三千变成一美金呢? 他那个钱拿到外国再换美金的时候 人家美金就不干了 他的钱就会贬值 什么时候贬呢? 当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 记住啊 共产党现在我给你算个账 美国人在中共国金融投资2.3万亿美元 国债也拥有一万多亿美元 金融产品投资将近两万亿美元 然后所有的在中国的资金调换 就是两国货币交换的资金持有大概2万亿美元 然后在中国的所有科技投资 就是工厂啊什么这一堆投资 大概2万亿美元 这就9万亿美元 咱就打个整数10万亿美元 现在习准备好了 美国你只要立法我打台湾 你只要对我金融制裁 把我踢入WTO 我就把你那10万亿美元没收 你把我弄走我一万多亿美元的国债 我把你这将近 他也有国债 美国也买了中共国的国债 然后把你投资全没收10万亿美元 然后在香港大概加起 香港也就是1万亿美元 就10万亿美元足够了 就香港大陆美国人在中共国的10万亿美元 帮助中共国撑起了每年十几万亿美元的GDP 那中共国把这10万亿给一干掉 一查封 人民币也会直接就没有国际市场了 剩下谁要呢 沙特阿联酋伊朗 叙利亚 罗罗斯 非洲 巴基斯坦 要人民币 还会撑一段时间 也可能降到9啊10啊 哎呀我还很好啊 咚就下去了 而且这一秒钟之间 就会从100变1000 1000变3000 一定是这个结局 他那10万亿美元一砸 美国没有选择 要把你所有提出金融系统 让你所有的资产全部再查封 最关键的问题是科技问题 包括芯片 芯片 共产党你彻底堵住的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跟不上你 就是人家开的是电动的特斯拉 现在你换成了拖拉机 但是毕竟不用推着毛车车了嘛 所以说整个共产党的 他的结局就是这球样 就能够探索你了吗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